吉安乡公所首次成立的吉安乡农业发展推动咨询委员会 25号是召开了第二次的会议 而这一次鉴于农民对于休耕转座相关勘查的时间 标准以及相关奖励金额等事宜 特别提出了说明 并且邀请到花莲农改厂的讲师 做案例的分享以及说明其他注意的事项 吉安乡以农历乡农业发展蒸蒸日上 为了配合农业新政策以及现代化农业发展 吉安乡首次成立农业咨询委员会 网络农业界精英人才 共同研理吉安乡未来的农业发展方针 11月25日召开第二次会议 针对休耕转座相关勘查时间 标准及相关奖励金额等事宜 特别向与会人员说明 邀请到我们农改厂我们的李老师 来为我们做土壤的分析 以及有机世界的这样的一个经验的分享 我们相信成长能够让我们的吉安农业 未来的推展更好 我们能够做经验的传承 也能够让我们年轻的这样的一个青农 获得更多的帮忙 当然我们吉安乡农会 以及吉安乡公所的协力 我们有更多的共购的这样的一个执行面 也希望能够借由我们咨询委员 在他们的经验的一个讨论之后 未来成为一个成熟的种子 来让我们所有的农民 来作为一个精进的这样的一个农改的执行 会中邀请商工所农业客 花莲农改长讲师以及农粮署东区分属客员 就业务范围向与会人员提出分享 并请与会人员协助各项农业政策工作宣导 与会人员也针对目前对法规或执行上的疑议提出问题 向公所或农会也直接予以回应 期盼与会人员共同集思广益 共创捷安农民多元的福祉 与捷安商工所的适信服务 接着蒋邦燕捷安商报导 调查看 好 好 好